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在快四十年前 二十四歲二十五六歲的時候 我跟昨天跟你提到的 那個板畫家何花人 我們住在一起 為了賞鳥 一起住在一起 一起去旅行 我們也曾經來到這裡 而且來到好幾次 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還幫我拍過一張照片 就在河邊的 這個是你啊 是我啊 不會吧 是啊 文青 哇塞 原來你有青春過 是 開玩笑 那時候來拍真的很瘋狂 就是從台北 不習千里騎摩托車 當然有時候坐公車來到這裡 好強喔 那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他們 我們一直以為 南洋溪狗 當時是一個賞鳥的聖地 OK 就是這樣子 對 那我也沒想到 後來 都還就在這邊定居了 他就在那邊定居了 所以他畫的 我給你看的畫 是 他是太喜歡這裡 太喜歡來這邊賞鳥 後來他也常常來這裡 對 我今天跟你約了一位賞鳥的朋友 他的年紀呢 就跟我那個時候差不多 也很瘋狂賞鳥 是喔 就看到一個熱血青年了 對 那我相信他對這裡 也一定會非常熟悉 是 只是不同時代的鳥人 對這個地方一定有不同的情感 你是澤安喔 對 欸 你吃什麼 有沒有 我是被 喔 應該那個 東方哲狂 東方哲狂 我還想哲狂 應該是哲狂 我還想沒看到他 前面的還沒打招 就是出口碟 你也太 不是他一定熟啦 他家這邊出現 那這是你的田嗎 這一塊是我在種的 你在種的 那一塊是我自己的 所以你是專業的 農夫兼差的鳥人 還有其他的斜槓人生 我 我覺得我應該的職業 是做鳥類保育 對 可是因為在宜蘭這個地方 你要做水鳥保育 你就一定要 顧到水田 因為宜蘭的水鳥 有一半以上是住在水田裡面 所以呢 你就會要求他們 棄作的 就不准做對鳥有破壞的舉重 就除了沒有農藥化肥之外 還有你看我們田梗都會做那個綠梨 讓鳥可以住在裡面 喔是 然後田梗都不會除草 有 對 那個綠梨是刻意留下來的 刻意的 因為那邊比較靠房子 可是那個綠梨 剛好把鳥可以 就讓鳥可以遮住 因為鳥沒有那麼大隻 對 小小隻的他們其實就看不到 OKOK 今天真的來上課的 每一個商鳥人都會被一個火種引燃 對 是 還有它幾歲的時候被引燃 對 這個我比較好奇 你幾歲被引燃 然後你是被哪一種鳥 我是10歲的時候 10歲 很清楚就是 小學4年級的那個寒假 對 1月 然後那時候是全家人 我們家人也很愛玩 我們就去到那個真文溪口的那個保護區 然後我們看到黑面皮路 對 看到之後就點到 我也看到我沒有被點到 每個人生物多樣性嘛 對 我說叫這裡叫我們新南的這個核心區 對 然後像這個深水區 像那個花嘴鴨就是最常見面 對 它現在這個季節的胸口會比較紅 比較橘 對 因為它現在游下來有關子 對 它生小孩都會生在哪 其實它會直接就進田崗上蹲著 真的喔 對 它會一窩直接蹲田崗上 然後尤其這種有草田崗它特別的喜歡 是 難怪你要做這個事情 對 其實花嘴鴨只是我們眾多的鳥類其中之一 對 更多娘會直接在裡面就生小孩 對 那這塊就是我的底 這一塊 對 就是到提堂底然後到這邊 這邊是會比較精華 這邊是以這個玉橫柯為主 後面還有像田玉 你看那個田玉在那個田梗邊 在那邊濁草 在綠草邊 這個田梗的草才剛割掉而已 對 然後其實 玉橫柯很喜歡我這邊 這個田就故意把水放比較乾 比較泥灘地讓它們來拆 因為玉橫類的鳥 它不會游泳 但它腳又很短 對 所以它就是用走的 所以水位一定要比它的礁還要來得更低 對 所以我們會把水放成這個樣子 你看它泡在裡面 對 大部分是從北邊什麼地方來的 其實我們這邊多數是從西伯利亞 就是很冷的那種地方 你看 後面那塊 我都叫它芭蕉牆 這是我們的發源地 田農民發源地 然後 央肌拉 壓拉 全部都在這一塊 對 其實這個地方 因為後面很靠近馬路 本來沒什麼鳥 但是我把這個芭蕉牆建立起來之後 這個鳥就來了 對 那前面就好多 那邊沒事那邊散步 對 那其實很多人會以為說 你要保護鳥類 你只要田沒有農藥就好 其實這個完全沒有辦法 不過 因為鳥在空中移動 它鳥在空中飛行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又無法聞出來哪塊田有農藥 哪塊田沒有農藥 它在空中飛的時候是看 說 這裡有草 我覺得很隱密 我是飛下來 所以我們做的工作 不會只有友善環境耕種而已 我們還要做很多跟棋地相關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以前看鳥的時候 就經常聽到 就是老實說 就聽到像老師這種長輩 在形容說以前的鳥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就覺得 我就一直說 爸爸為什麼只有你得看 我都沒有 我就覺得奇怪耶 怎麼可以追啊 然後後來發現 糟糕 我快變成這種人了 所以我如果再不做點什麼事情的話 糟糕 我就跟這種人一樣 不行不行不行 如果鳥就像我國小看那麼多 我也不會做這個 但就是因為你看到鳥 就是變成這樣的數量 你就會覺得說 就是難道我接下來的賞鳥人生 只剩薑谷嗎 就是跟晚輩說 你看當年很多現在沒得看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很悲傷的事情 那你這麼大的一塊 嗯 從事友善的有多少 目前我們這邊是九甲 九甲 對不多 整區我們剛剛繞的可能有八十甲 大概有九甲在做 對 所以其實你要以尺度來看的話 真的就不算多 可是有做還是比沒做好 坐在車上就有感覺是坐在客廳 拿那個遙控器看Discovery 那樣子的感覺了 其實在宜蘭賞鳥很適合這樣 因為宜蘭的路很小 然後鳥會比較怕人 比較不會怕車 所以我們在車上這樣打遊機 然後鳥不會飛 我們就拿相機起來這樣拍 我剛剛看到一隻中備博老飛過去 好久沒有看到 對這邊有 對 這邊博老也變多了 嗯 金板城來這裡 哇這裡 跑來這裡了 哇金板城來這裡了 哇金板城來這裡了 喔喔喔喔喔 剛剛我有看到一兩隻了 沒想到這個 對他可能今天會跑 你今天要拍一彎一隻的喊 我以前去關渡 198萬米830 哇 那要讓我沒有錄到 對不起快點拍到那邊急 GoGoGo 有有有 哇你看看這個我這個 你看 OK